由於經濟糾紛 山西太原企業家田敏 被法院判於太原火車站附近的23畝土地 但因政府不執行法令 田敏走上了上訪之路 期間 他看到很多訪民被關押 還有人被中共滅口等悲慘事件 2003年左右 他在北京上訪時 與一位盲人訪民一起被拉回本地 但警察在盤山道上 將這位盲人推下車 然後到了完全這個伸手不見五指 天河 外面什麼也看不見 這個時候也嚇得很大 我當時估計時間離開北京差不多 有三個小時 將近四個小時的樣子 已經進入山西境內了 但是還在太行山上 排山公路嘛 然後他們打開車門就把這個把它推下去了 田敏的上訪之路將近十年 而與他一同上訪的民眾大部分都被關押 他則有幸逃離中共來到美國 感受真正的人權自由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龍採訪報導